大家中午好 吃饭了 今天做的这个啤酒鸭 糯米笋炒肉 然后裙带再炒鸡蛋 昨天觉得挺好吃 今天又炒这个 这个裙带我把它放在小店里面 你们有需要的可以拍 烧汤凉拌都可以 烧到火之后要冷冻 它那个冷冻里面不能冷藏 冷藏坏 吃块西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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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天就是要吃冰西瓜 好 这个全代菜你们要是炒鸡蛋像我这样做的话 就不要炒太久 随便扒了两下就可以了 然后一点点盐就好了 因为它本身有咸味 再好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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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最喜歡的 4 五 肉 0 五 肉 1 六 1 四 1 五 2 六 1 四 2 四 2 五 2 六 2 五 2 五 2 五 2 2 铃铛脱火地 今天我们吃冒菜 是一座的冒菜 老豆皮 里面放的老豆皮 老豆皮是直接打开袋子之后 就可以直接泡一下炒的 或者说像这样烫火火也可以 没有添加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香精 没有色素 好好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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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吃了一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啊 满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啊